12月30日晚,常规赛第16轮广东队116比99大胜吉林队 易建连此意打出了赛季最佳表现 他在26分钟的出场时间内,12投9中砍下了25、16的两双数据 以广东队带头大哥的满状态回归 本赛季多数场次,易建连的投篮手感不佳 不过今晚的比赛他一反常态,出场不久便命中一季三分球 之后又接威姆斯的分球,高位跳投命中两分 在个人连取5分后,阿联带领广东15-7打停了吉林 比赛恢复进行后,易建连投篮手感不减少 又是两季三分球稳稳命中 再加上一次篮下强攻的造犯规二伐权重 首节结束时,易建连三分球三投权重 贡献了13分、6个篮板和两次盖帽 进入第二节,只打了半截的易建连 尽管只出手了两次,但他本节的投篮全部命中 其中还包括一季三分出手 半场战霸,易建连的投篮成功率为7投6中 其中三分球4投权重,贡献了18分和8个篮板 这已经创下了个人赛季得分新高 下半场的比赛,易建连更多时候专注于防守护框 多次成功保护了篮板球 在禁区内还送上了一季大帽 进入最后一节,易建连造犯规后二伐一中 但他抢下了进攻篮板 接下来他的三分出手虽然打铁 但再次抢到了前场篮板,制造了对方的进攻犯规 阿联在场上的反应速率和竞技状态 几乎回到了前几年的巅峰时刻 中场前三分多中,胜局已定的广东队换下了易建连 他本场的出战时间仍然不是很长 只打了26分钟,但25、16的发挥极为高效 在场上的正负值更是高达26 扮演了球队的主要获胜功臣之一